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他把合同都拿走了 我当时也没有多想 因为刚毕业出来没有经验 然后后来他跟我们说要收物品的押金 然后我们就差不多每个人100多块钱 等到租房完了之后 然后他就没有给我们退那个钱 然后那个公寓其实人住的挺多的 然后当时可能大部分也都是那种刚毕的学生 对这个也都不太懂 跟那个房东发微信没人回 然后打电话没人接信息也不回的那种 好像家家遇到的这种情况 就算有合同在手 都追不回压金 因为这些细节并没有体验在合同之中 它只是一种口头协定 那在租房过程之中 还会有哪些陷阱呢 房东到了 好 你坐吧 好 是这样 就是昨天回去 家里人商量了一下 就觉得那个客厅少了个电视 那这边方便帮我配个电视吗 电视可以 但是需要时间 你看一下能不能等一下 顿心吧 那我看我们这个房子挺损的 然后看房的人也挺多 那我就今天想签合同 把这个房子签下来 这么个情况 我这边是不签合同的 是直接给收据的 这样子啊 这个你不用担心 出租过这么多房子 全部都是全部给收据的 跟合同一样有法律的效应 那好吧 那我会先把钱转捏 其实从法院的角度来说 出现纠纷的你签署的各种的文件 不管你的签署的内容多么简单 其实它都是有效力的 只是说这种效力 是不是能够保障你的权利 如果双方只是做一个收据的这种交割了之后 没有再签署具体的一个租赁合同 那么第一 除了这个资金交付的事项之外 其他你没有明确约定的话 当你发生纠纷 那么你们双方约定的事项究竟是什么 你是证明不了 那么发生纠纷之下的话 法官因为你证明不了你的这个主张的依据 那很可能就会判你败诉 也就是说没有正式约定的合同文件 租客可能会遇到房东毁约不租 压金不退 未到期性租金 甚至被退租的情况 同时双方口同约定的事项 也都是没办法成立 如果一旦出现纽纷的话 并没有保障到租赁权利的证据 所以签署正规的租赁合同 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就很关键了 同时还应该向靠谱的中介或者是律师 专业顾问寻求帮助 提供参考意见 那么在签订租赁合同的时候 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租赁双方其实都会关注的 第一个是租金租期 押金这些明确的 这是首先要了解的 那么在这方面的话 这个肯定是第一个关注 那么第二个需要关注的 在我的角度来说 是在租赁期间发生的问题 例如是房屋的修理 它的配套设施的修理 这些问题的话 应该是由谁去负担 如果是没有约定的话 我们法律上面没有约定的 就按照法律规定 这个务它的所有权人是谁 然后这个所有权就要对这个务 去承担责任 通过这种方面来明确 相关的房屋里面的配套设施 它的一个维护修理的一个责任 另外在租赁物业进行交付的时候 一定要当场确认 物业的状况 包括家事、电器、基础设施配套 罗列好清单 双方都要签字确认 这样才可以维护到各自的权益 如果你是通过互联网 找中介来装房 那你还可能遇到这样的情况 喂 是张经理吗 是这样 我刚刚点了那个链接 那套租房现在可以看吗 可以是吧 好行 那我先来过去啊 拜拜 不是吧 这套不是我们要看的吧 你来太晚了 那套房子早就被人租了 啊 那现在有没有什么推荐好一点的 有啊 有是有 不过你看外面天气这么热 走过去也蛮远的 要不你就给点辛苦费咯 还有这种操作啊 当你遇到去打房源 或者是被捆绑消费的时候 你应该这么做 我们房地产中介行业的话呢 其实是禁止捆绑方面的一个消费的 它可以提供选择给你 但是既然是选给提供选择 那你就有权拒绝 如果是说中介公司的从业人员 强迫你进行消费的话 第一个这肯定是涉及违法的 按照我们的刑法里面有个叫做强迫交易 如果是说是涉及到这条底线的话 那绝对是公安机关是可以强制介入的 那么如果它只是没有去到那么严重 但是对你造成的滋扰 那么这些的话也可以通过相关的政府的行政部门 例如中介协会或者说是中介管理机构 来介入对相关的这些中介机构 来提出一个责令整改的处理 罗学波提醒说 租客在找房源的时候 一定要找正规的平台 好像以上这些租房市场遇到的种种问题 是不是有途径可以规避和解决的呢 广州就有中介公司在8月份 推出了免费逐租服务 当租约到期之后 会帮租客与业主免费办理逐租的手组 用正规的合同帮他们线上签约 对租客与房东来说 这个不单是省时间、方便 更加重要的就是 可以规避口头协议和合同不正规所带来的风险 何况还是免费的呢 中介业务上的回升也会非常明显 在回升的过程中 近期我们会发现 有一部分潜在的需求就会释放出来 合同到期了 到期以后 他现在可能需要去办一些像租赁备案 或者他可能想继续再续租下去的时候 这时候找到很多中介的时候 中介都会说要重新再收一次费用 借这个背景下面 然后链家大概就结合这个需求 大概做了一些充分的这种调研和收集以后 就顺势就把这个承诺给推出来了 反正这个事情就是一个 我个人觉得是体现一个企业责恩感的一面 也方便了我们现在这个广州这个 所有的租赁这批客群的一个 我觉得很公益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非常适合或者非常应该去推广这个事情 或重点了 租房过程之中一定要记住这几点 找正规的渠道和平台 向权威人士寻求意见和帮助 签订正规的租赁合同 约定清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必要的时候就要通过法律武器 维护自身的利益 这一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